比亚迪仰望幽巴 三天销售三万多辆订单 而且没完事呢 这次刚开始 未来一定会更高 年销量十万家 妥妥有可能十五万家 从现在开始 什么大571 是不是 什么奥迪Q7 Q8 奔驰 GLS 奔驰大地 路虎揽胜 还有什么 那个林肯领航员等等 这些所有的百万级别豪车 全死 听懂吗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仰望幽巴 这一款车就能创造 中国百万级别以上豪车的销量纪录 必须创造 听清楚吗 能听清楚人话吗 不相信我说的 都是从羊妹外的跪船狗 都是对咱们民主品牌 没有自信的 你说那仰望幽巴 一个能干过这些吗 有两点 第一点 仰望幽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很多国产车 相继会推出百万级别以上的 不相信你们就拭目以待 马上 而且如果你深究这个所有车的性价比和车的这个产品力 国产车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 绝对要比合资和进口百万级别以上的好 能听清楚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帮逼样的都已经骗了咱们多少年了 就那些从羊妹外 渐渐的车主 咱也不知道你们钱哪来 大风瓦的 你家有困啊 所以说你们啥的 何的支持那些什么百万级别豪车 行 当年国产车产品力不强 咱们造不出来豪车行 现在能造出来豪车了 马上就看出了 一对比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一下就看出了 跟国产豪车比 那些合资 特别是进口的车 就是个爸爸 就是骗人的 你们那些厂商 你们割了多少年韭菜了 心里没来逼数吗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好骗了 因为我们暂停了 刚才我说的一系列豪车 必死 听清楚吗 即使在同样的性价比和产品力的情况下 我们不再从羊妹外了 我们也会选择国产 也会选择新动员 所以说 那些合资和进口豪车 在我们这割韭菜 像奔驰大鸡等等那些 那些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我都是脱稿 忘迟了 从宝马开始 再预料一下宝马的下场 宝马所有的车型 今年将巨大的下滑销量 然后二手车不保值 残值不保值 宝马利润没有了 直到车彻底滚出中国 这就是你宠阳妹外的代价 现在只是个开始而已 宝马也只是个开始而已 其他品牌也全是 是